猛子 你们在酒店门口 犹犹豫豫的干什么呢 怎么不进去 凡哥 你是来吃饭的 这个是小凡 我从小的死党发小 凡哥好 我来捡破烂的 看你这愁眉苦脸的 这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哎 别提了 有个傻叉追求我女朋友 说是什么公司的副总 结果我岳父母都很看好她 非要让小秒过来见她 现在三人就在里边呢 你放心吧 猛子 大不了我一死相逼 绝对不会同意和你分手的 这么狗血的事情现实中居然还真的有 不然你还是别去了吧 我爸妈一定会给你难堪的 原来就是为了这事愁眉苦脸啊 不过 竟敢抢我方小凡兄弟的女朋友 这家伙怕是不知道死子怎么写的吧 走吧 我陪你们一起进去会会她 阿姨叔叔 这是我托朋友在国外给您二位带来的上好玉石 长期佩戴 对身体好的 好好好 这个得不少钱吧 小王你有心了 等下小秒来了 我肯定好好劝劝她 这个死丫头应该快来了 妈 我们来了 阿姨好 叔叔好 我说得明明白白 让你一个人来 你把她带过来 是什么意思 丢我们的脸吗 哇 今天的小秒好漂亮 我一定要把你抢过来 你死了这条心吧 无论如何 我和她爸都不会答应你们在一起的 你不要再死皮赖脸的缠小秒了 小秒 这就是你那个不成器的男朋友吗 来见叔叔阿姨 竟然就这么空手来的 这也难免太没礼貌了吧 坏了 光顾着生气了 竟然放在买顶部了 怎么会呢 听说叔叔阿姨喜欢珠宝 蒙总特意让我拿了一些上好的冰种翡翠前来登门拜法 蒙总 呵呵 我看是打肿脸充胖子的脸种吧 冰种翡翠至少也要大几十万元才能买到手 更何况就从你这个破垃圾袋里掏出来 你特不逗我的 阿姨 现在的骗子可是不少 一定要擦两眼睛啊 凡哥 虽然我知道你家底不差 但这也太夸张了吧 几十万元啊 放心吧 猛子 你不要多说话 听我安排就好 今天就让他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金龟序 你就不要再装了 小秒都已经告诉我了 你爸妈就是一个小工厂的工人而已 你更是刚毕业做着快递员的工作 还有你找演员 能不能别找个简破烂的来 呵呵 阿姨其实我们蒙总之所以之前没有表明身份 完全就是想要找到一份真爱 很显然 小秒小姐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猛子 我们上学时候就认识 难道你都是在骗我的 我怎么可能骗你呢 这都是小凡搞的鬼 不过我相信他不会坑我的 哈哈哈哈 笑死我了 简破烂的你小说看多了吧 你还真以为世界上有那种喜欢伴猪吃火大了 简破烂的你不会小说 直接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辆大奔驰吧 哈哈哈哈 冰狗 恭喜你猜对了 不过奔驰的级别还是太低了 我们蒙总一般都不做 我们最低也是劳斯莱斯 好啊 继续吹 我堂堂跨国公司高管 年薪近百万 也不过才开一辆两百万的奔驰而已 你是真的敢吹啊 哼 没想到猛子你还是这么一个不着调的人 你看看人家小王 年纪轻轻就是高管 年薪也是有百万之多 你那什么和他比 阿姨 为了让小秒看清楚对方的嘴脸 不如让他现在打个电话叫来一辆劳斯莱斯啊 我也把话放这里 今天你要是能叫来 我直接夹着尾巴滚出小秒的视线 并且我这辆新买的奔驰也送给小秒做驾照 完了完了 小凡怎么还吹上了 这下可如何收场啊 蒙总 您看是不是按照您今天的行程 现在让司机过来接您和您未来的岳父母去公司 放心吧 有我给你兜底呢 今天肯定让你这岳父母彻底地改变对你的态度的 那 那好 好吧 那我去打个电话安排一下 拜佳小老外 陪我演一场戏 哦 真地吗 我亲爱的老伴 你怎么知道 我一直有一个艳缘懵呢 瑟琳娜楚嘛 一个顶亮 拖拖地咧 没来过这么高档的餐厅吧 点菜都是为的 所以只点了我们四个人的份 你想吃 就自己去点吧 哦 对了 听说你还在送快点 那肯定是吃不起这里的饭了 要不然出门又转 路边好像有卖煎饼果子的 呵呵 我们蒙总很少来这么低端的餐厅 一般都是在半岛酒店吃饭的 蒙总 车已经到外面了 哈哈 简破烂的你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半岛酒店那可是中海第一酒店 就你们这样的底层人物 一年赚的钱也不够吃一顿的 阿姨叔叔 既然他说车来了 要不咱们去看看 好 我今天倒要看看等一下他怎么收场 咦 这里真有一排劳斯莱斯 呵呵 这些都是蒙总公司的 呸 简破烂的你虎谁呢 你自己好好看看那些车牌 FS000到FS008 这八辆库里男可都是大名鼎鼎的方式集团的 方式集团知不知道 就是咱们中海乃至整个华夏都是最大的集团 这方式集团这么厉害的吗 那肯定的 阿姨我也不瞒你 我们公司主要就是靠方式集团手指缝里 录出来的订单运营的 可想而知这方式集团究竟有多大 你了解的还挺多吗 呵呵 算了和你这些小虾米说 这些有什么用啊 还是说说这些车吧 这可是库里男一辆就要上千万 即便是我也要不吃不喝在十几年才能买得起 你认为你们一个捡破烂的 一个送快递的能买得起 呵呵 如果我说这些车都是我们的呢 这些车要是你们的 我直接跳那边的鱼池里表演用嘴抓鱼 很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蒙总 咱们是不是可以出发了 哦 出 出发 蒙总好 方总好 卧槽 他们 他们刚刚叫你什么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